Golain在近年來發展迅速 並以高效率的變發促成 讓我們來歡迎李根毅先生來分享 我們司馬看Golain的變發促成其切 這個角度跟我預期的有點差距 所以我試試看 那今天你老實有這個機會 這算是我第零點七次來Costco 每次都來一點點 終於有機會來講一些東西 但是原本這個議程是落在一個主題叫代名圖圓馬 所以造成原本圖片的方向就比較偏程式 經過這幾天反覆失所 啪啪崩潰 所以還是用一個比較入門的角度去看 所以可能對比較中階的人來講會覺得太簡單 不過我覺得可能要做個取捨 好 沒關係我家就知道了 那我從最能開始 因為我擔心有些點Golain都沒有用過 所以我們從怎麼寫Golain來看 沒寫過沒關係 你就記得它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的層次就是會從一個叫MAN的東西開始執行 它就是呼叫三次韓式 對嗎 它會印東西 所以邏輯上就是我們會看到就是它會印三次 這應該還蠻直覺 沒關係 好 通常它的執行流程就是傳統的韓式呼叫 韓式呼叫就是我們要等到一個韓式結束 才會進行下一個 這是最傳統的程式語言的運行方式 好 那沒問題 那當然Golain的比較著名就在於一個叫GoRoutine 那概念也很單純 我在韓式呼叫前面加個Go這個字 就收工回家了 那原本它可能是要等到上一個呼叫完才舉行下一個 現在的話它就會是並行的 就是這三個呼叫呢 不會等上一個做完才做下一個 但是這個程式結果會怎麼樣呢 如果大家有寫過的話也知道 它會印出東西來嗎 就原本會印 假設會印三次的話 那這樣的程式其實是不會印東西的 應該說大部分情況下是不會印東西的 那那個邏輯很單純 就是你不等嘛 你不等的結果就是你可能等不到它做完 那通常一個程式呢 是從組織型去開始 從組織型去結束 所以當man return 當man結束的時候 程式就結束了 這也蠻直覺的 所以換句話說它不是不印 只是你等不到它印就把它殺了 所以呢 這樣的程式應該有block 所以一個傳統的model就是fork 我們不停的把一個工作branch出去 但是我們終究是要等大家回來 終究是要等大家做完 這是平行處理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的問題 我的man必須要等大家做完才能夠結束 那舉的這個問題呢 我們小時候最簡單的寫法當然也很簡單 我們就讓子彈飛一會 就是呢 我們就等一下嘛 等個什麼半秒一秒的總型吧 所以我們就決定讓子彈飛一會 那我們就睡個1好了 那這1的單位應該也不是1秒 也不是千分七秒 那可能是 欸是多少 反正就是一個很小的秒數 那問題來了 你覺得這樣夠嗎 其實這個問題 大家覺得我等 不管它有多少 1秒也好 1小時也好 千分之1秒也好 萬分之1秒也好 億分之1秒也好 問題是夠嗎 其實做得很單純 我們小時候就會問到這個問題 它夠嗎 但是呢 我為什麼會被這個問題問到呢 理由很單純 我現在有跟人家講說 這樣是不能保證它的行為了 那它就把 Go 有夠餘的叫Go Playground 它就用個程式拉考1萬次 結果都是一樣的 然後 它就覺得我在騙它 然後我覺得 啊怎麼可能 我沒有騙你啊 這個真的不能這樣嘛 OK 所以其實 它有兩個問題 那我覺得今天為什麼 特別想要講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 像我自己是學C系大家出身的 我們在學C系大家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區別哪些語法 是被保證的 在C系大家家裡面有很多定義 例如說 規定他在做什麼事嘛 它又分成未定義行為 例如說你 宣告定義一個區域變數 你沒給他負值 就去讀取他的值 對不對 這是一個未定義行為 那有一種是死做行為 例如說IMP到底有多大 就不好說 你看看電義器的心情 對不對 反正就是有很多種分類 那在C系跟其他家裡面 這種傳統的語言 它的分類是很明確的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跟你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或者我可以跟你講 在什麼層面上它保證 我是在語言的層面上保證呢 還是我是在電義器的層面上保證 還是說 我根本不保證 看電義器這樣 好 所以我們遇到問題是這樣 夠語言作為一個 像是 算是強型態的語言 那 也是我們一般 吸引大家一個可能的轉變方向 那 我們到底保證了什麼 就會是我們今天想要分享的問題 可以嗎 好 那其實結論今天單純 OK 那我們可以再變化一點 那也就是很常會被舉到的例子 就很常見 有人會故意寫一個無窮迴圈 那問題就只有 如果是無窮迴圈 那那個會不會硬嗎 那到底是都不會硬呢 還是都會硬 還是 還是 還是不知道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以嗎 其實都很像 那 就算我很認真的把它寫了一個 很像是對的程式嘛 那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它是並行嘛對不對 並行的概念其實就是 它只要保證一段時間內會完成 它沒有保證同時會跑 那 結果就是說 分分每次都一樣 就是我們並行嘛 所以通常是沒辦法保證order對不對 我就一起跑 誰規定說誰要先做啊 誰要後座啊 但是又遇到老梗了 就是 同學又會討個一百次說 啊 GoPlay不讓 都一樣 都是低個一百 然後說一數到九十九 然後事實上如果 在某些設定之下 你在你的電腦上 寫的話 也有可能是這個結果 就是在某些非常極端的case 用某種配音器 就是這個結果 好 所以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會陷入一種 我寫出的層次了 但是我要相信它多少的問題 這個傳統語言是比較單純的 因為傳統語言就是語法 然後實作 對不對 你邊一起邊玩 大概就決定了 那Go的病 常常平行處理的問題是說 環境的要素很嚴重 因為你根本不曉得 誰會先做誰會後做嘛 所以我們也可以理解 Go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不想要縮死 但是我們沒辦法理解就是 那我們要怎麼做事 就這樣 所以有些時候會有這樣的問題 好啦 那我剛遇到這個問題呢 我們小時候的經驗跟我們講說 那就是回去看那個 語言的說明 那總是會跟我講說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吧 所以我就打開了語言的規格書嘛 那我就很開心的 來找看Go Rootin寫了什麼 然後我就看了 哇這個感覺好像有道理的這樣子 OK 就是那個就是去跑 跑了之後就是不一定會等這樣子 我發現不對啊 才15個是不是 就是整個文件裡面 就出現15次Go Rootin這個字 是怎樣 是有時候什麼都不用講 那老實說其實 他寫的非常非常少 幾乎什麼都沒講 大家就要表達一下意思 就是有說點也沒說嘛 跟我剛才講的也差不多意思 他也沒有多講些什麼的 好 所以但是好像大家都很會用 就是當然很會用Go Rootin 然後並行都寫得很厲害 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自己的解也太弱了 所以 第二問題再來就回歸到 那為什麼他的語言規格不講清楚 例如說可以保證某些事情 坦白講你認真看 他基本上什麼都沒有保證 如果認真總證 他基本上什麼都沒有保證 他只保證了他會並行 但是保證的並行其實 跟沒保證是一樣的對不對 結果其實是一樣的 好那我就開始 不行了 我要Google一下 總是要給人家一個答案吧 好到底是什麼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是最悲慘的就是說 你Google了 你還要看年份 2016年 這個可能是不行的 2018年 這個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 原本不一樣 他說法會有點誤差 或是說 大家都是去 大家都是去 某種程度上的理解 跟某種程度上的猜測 因為他沒有寫啊 所以大家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所以即便是Google最有名的那個Model 其實文件是有說明的 但是文件沒有畫圖嘛 所以看到的圖都是 大家自己畫的對不對 那每個人畫都還是有點不一樣 你就不太理解為什麼 這個圓圈要放這邊 然後這個三角形要放這邊 然後這個三角形要放這邊 好所以這問題還是一樣 就是 就沒有人可以套 如果可以Google 我今天就可以回家睡覺了 好所以呢 我們可以理解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啦 像我們小時候 有時候學C虛假假出生的 C虛假假是以那個連分為單位嘛 什麼C89、C99 那既然是這麼奮勁的C虛假 他大概也是三年一版 最近應該C虛假假20 但是呢 像Go這樣的語言啊 就是可能 三天兩頭啊 就改個版本 就是不是很理解 所以呢 我們可以理解就是 語言規格遇到的困難 就是你講的越多 就越不能改 所以呢它能夠講的東西 必定就是要保證的長久一點 但是很多時候他自己都沒辦法保證 所以下一關門 這是BUG 我就把它修掉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ReleaseHutory 它很多時候其實語言的規格根本沒改 它只是說我修了某個BUG 或是某個Library 我稍微改了一下它的什麼Go這樣子 所以就遇到一個困難就是 今天我們講Go 或是我們俗稱的GoLand 今天我們講的不是語言而已 不是說這個語言 而是其實我們都紫色了某一個特定的史作 其實就是Google那個 現在就是GC跟GCC Go 然後其中那個 甚至我們講的不只是那個編譯器而已 是整個工具鏈 GoTo 就是整個工具鏈都包含 才是一個大家對Go的想像 譬如說Go能做什麼 做套件什麼似的 好像就是包含的全部 大家覺得我意思嗎 不像我們小時候可能只講編譯器 那也就意味著今天有人跟你講 Go可以做某件事 這件事的效果是什麼 有可能是在某一組編譯器 某一組工具鏈下的結果嘛 Go1.3跟1.4、1.5 可能無法真的一樣 所以呢就變成說 OK 那我們就可能想要知道他到底怎麼錯 那問題還是回來 就是你知道看程式碼 最近很搭配是沒有 就是你去了解他怎麼寫 到底對我的人生有什麼幫助 那我會取這個當title就是因為 原本這個叫戴寧 戴寧讀編嘛 你知道嗎 就這個check是這樣 OK那我就回規到 我為什麼沒事做啊做這件事情 OK 因為坦白講 我也這輩子很用不到 我也不會去改他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了解到底對我的人生有什麼幫助呢 那比較直觀的想法當然就是說 我們了解Go是怎麼做的 我們也許可以幫他做一些最佳話 也許 那是沒有很難 到時候就知道了 那也許是說啊 我知道怎麼做我很安心 這樣寫應該就是沒有問題這樣子 不然一個Go一個字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也許有可能 但是也許可能就是出事的時候比較有靈感 因為語言規格的概念是這樣的 但是假設你都是寫對的情況下的規格 大家知道嗎 我叫規格 就是我假設你不會寫無窮迴圈 這叫規格嘛 因為一個不會結束的程式 在一般語言不會定義成合法的程式 等一下在那個 像其他標準就有定義什麼叫程式 就是其實不會結束 或是不會正常結束的程式 不算程式 對啊 所以一個無窮迴圈 其實不算是一個合法的程式嘛 但是在這樣的假設下去設計的語言 在實務上我們就是會寫錯嘛 那寫錯的時候 你不知道到底哪裡寫錯 你會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個地方我寫得很開心 沒有跑到呢 完全無法理解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在那個 程式碼越來越膽雜 尤其像Go的情況下 就會更加嚴重 但是對我個人來講 我通常看一個始作 我個人的心態通常是 跟專家學習 就是你可以想像我們看戲加加坎拍了 或看戲坎拍了 有些時候是因為我們要了解 這世界最會寫坎拍的人到底怎麼想 所以呢一個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 實作本身是語言的靈魂 你可以想像 語言是一種妥協出來的結果 就好像為什麼C跟C加約有未定義行為 你要有效率 就是要容許某些彈性 有些設計是妥協出來的結果 那為什麼會妥協呢 就是因為可能實作上有困難 或是實作上效率不好 所以可能語言會妥協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講go是一個 可能併發做得很強的 但是如果那個編譯器是我寫的 我就single thread跑到底就好 我還是可以符合語言規範 大家了解嗎 它還是並行的 只是說你給我100個call 我還是不跑了 高興就好 所以呢 這是個問題 那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可以稍微了解語言的始作 我們可以更了解這個語言到底怎麼設計 那是對我來講 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那所以呢 我常講時代會變嘛 語言是會之後新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設計的精神 今天一定不是吃飽太鹹 我們一選跑出來重新寫個語言吧 雖然大家寫一寫都會想要自己寫 但是要寫出一個 而且大家都愛用的語言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必定有某些點 它是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那實作本身可以告訴我們 到底大家的需求是什麼 不然平行處理不是什麼新鮮事嘛 所以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一般學程式語言 最完整的入門 當然是看規格文件 規格文件能夠保證的 通常是時間軸比較長的 可能要保證一個大版本 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它必須要保證向前相猛 然後依照現在的做法 通常會把那些比較容易 有可能會有變化的 放在標準庫 也就是我們把它實作 讓它有點彈性 但介面上基本上用文件來規範 這是常見的 所以通常我們是期待 標準庫不會沒事改版 但是我們也知道 像GO這種 其實是非常仰賴編譯器的程式語言 它的實作也會有影響 那實作到底保證了什麼 沒保證什麼 某些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講 可能會有些意義 所以就會是我們今天 要講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那我覺得GOLEAN是一個 蠻適合學GOLEAN的 就是GOLEAN的專案 是一個蠻適合學GO的一個專案 那早期我印象中應該是用C寫的吧 不是很確定 那後來就是想不開就用GOLEAN再寫一次 不是吃飽太閒 沒有啦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說法 就是這樣比較統一嘛 然後 對呀 自己用比較感覺這樣 好 那我們遇到一個GOLEAN的程式 我們要想知道這個編譯器 到底怎麼處理我的程式嘛 那大家也知道我們程式就是從進度點開始嘛 所以當然我就去撈一下 就是到底電解器的進度點在哪裡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是要編執行檔的話 他會給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叫底線RT0什麼刮鉤的 後面有一個GOLEARCH 然後GOOS 那有些寫過GOLE的話應該知道了 它就是兩個主要的環境變數 它是用來處理GOLE的CROSS-Compile的機制 那第二個代表是目前的 應該說目標的架構 一個代表是目標的作業系統 我講錯了 我可能講錯了 大家可以交換我 然後呢 以我的NOBOOK來講 它的應該是MD64 然後是達文 然後它是MAG 但是呢 我去看 等一下 原本我是在這個檔案 那個檔案是在編譯器裡面的 就是這個是Link LOD 它是在連結器裡面 然後我找到那個東西 我就搜尋嘛 對不對 我就找到這一個 那遇到的第一個 我覺得很龜毛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它倒過來 原本不是 MD 答案二文 那我還沒有顧我到答案 但是我是覺得很在意啦 一定有什麼理由 但是我還沒有想到 這樣子 然後它倒過來 好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它是在另外一個目錄裡面 大家感受到 原本其實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GOLE是有Convention的 CMD開頭其實它就是個獨立的執行檔 這是個獨立的套件嘛 叫Long Time OK嗎 所以其實它就是用了另外一個套件 來做編譯的進入點 那現在怪怪的 它什麼時候把它引進來的 就會是個問題 所以也蠻容易理解的啦 就是它在連結的時候 它就順便把Long Time包進來 就是Savis送你Long Time這樣子 所以你叫編執行檔 我就送你Long Time 那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打開那個目錄就會有點崩潰 會有很多長得很像 就是不太一樣的檔名 就是各種排列組合 大家如果有寫過GOLE就知道 你會有各種排列組合 然後各種排列組合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類似甚至相同的 就是它的SIMPLE是一樣的 那你編起來到底會動 也是有點鬼啊 所以大家應該也知道就是 GOLE的Builder 它會去做一些規則檢查 對 它是檢查說連檔名結尾是什麼 那如果你符合某個規則 它就會在不符合某個架構的情況下 不幫你引入這樣 有點腦口 所以如果今天 我舉個例子好了 例子說今天 你取了一個名字 喇喇喇底線INAS 那就是不行的 因為那個就是一定要在INAS上的架構 才能夠變 它才能夠自動被引入 好 這是預設規則啦 可以override 好 大概了解為什麼 所以就有一個好寶寶過濾器 就是你有沒有乖乖的聽話 那只要你的檔名符合尾罪 符合他的status 然後不屬於目前的目標 就破滅掉 所以其實也沒那麼多啦 好 那問題來了 這也是GOLE處理那個 多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你要怎麼知道有哪些嘛 那原來是條列組合嘛 那到GOLE的決方法也很簡單 我就條列 它就列出了所有 它資源的架構跟資源都會是 好 所以這邊大家有點概念就好 所以它其實就是個保留字的概念 這些字呢 基本上檔名不要太用 好 連講太遠了 所以我們再回到了那個 城市的進入點 像他講太快了 沒關係 我們現在回到了 城市的進入點 那剛才講過了 我們城市的進入點 在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那記得這個檔名 或是達爾文MD64 其實是照著這個規則 瞭解嗎 在哪裡 在這嘛 所以它是這個規則 就前面要OS 後面是up 所以呢 它的檔名是會在我的電腦上被使用 那換句話說 你是不同的目標 Target的Build的結果 就是不一樣 大概可以接受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地方就已經進入所謂的 類似實作定義的感覺 就是編輯器決定怎麼做 它爽就好 對不對 它高興起個迴旋 它也高興就好 它這次已經不是跨平台會有同樣行為的東西了 那經過一陣跳街呢 它就呼叫到一個叫runtime什麼開頭的名字 我第一次遇到Golem的Assembly就會覺得有點微妙 就是那個點 吃點配提點嘛 老實說是點點中間嘛 那一般的點是點下面 所以如果大家用Go的那個套件的話 它其實還是一般的Duck 但是這個是一個Unicode的符號機 好我忘記 反正它不是大家熟知的Duck 那理由很單純啊 就是它Assembly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呢 我們就是記得不要怕 它是一樣的意思 在Assembly它就是會變一個中間點 這樣 然後在那個Go裡面它應該是用小數點 好 換句話說 它其實在這個地方定義了一個runtime下面的simple 叫這個名字 可以嗎 它其實是在那個套件裡 大家可以嗎 它不只是在這裡 它其實是在那個套件裡 好 好那初始化其實蠻單純的 你要去呼叫兩個 基本 其實做很多事啦 我爸都跳過了 然後就做兩個我覺得 我們會講到的事 一個叫Init 一個就是scheduler的初始化 然後接著呢 它會把它的runtime裡面 runtime是個套件 裡面有個韓式叫man 它會把那個runtime套件 那個man 韓式的PC 就是它的那個位置呢 把它存起來 然後等一下就去呼叫它 那這邊有一個 這邊一樣是做一個韓式呼叫 大家看到它就是runtime套件裡面的一個韓式 可以嗎 叫new process OK 怎麼樣 好 那事實上這個韓式 如果大家寫過go的話 它其實就等頭於go語吧 我總程度上它就是 寫go 它就幫你呼叫這個韓式 最後呢 就是開機 所以呢 就是設定好騎士鍵 然後開機 然後呢 這個m代表呢 據我所知就是machine 機器 那問題是 那你的機器是什麼機器 就變成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是machine呢 好 所以我們再來講一下 一般我們講的是硬體的core 不過其實有點微妙啦 不過我們先簡化 就是呢 假設我們硬體有兩個核心 兩個core 那我們在硬體上面可以掛一些 通常叫curlthreader 是不是 或是就 好像有些說叫 alwaysthreader 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詞 那概念就是你作業系統 提供給你的threader 然後你在這個threader上去做事情 就是一般程式執行的 執行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我剛才不是去 開始了一個m 它名字叫m start 那唯一的問題就變成 那個m在哪裡 就是什麼時候產生的 那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在run time 裡面呢 它有兩個全域變數 一個叫m0 一個叫g0 所以概念上它就是全域變數 它也不是指標 它就這個看過嘛 它就右邊是結構 那邊形態名 它是個m結構 一個m的m0 一個g的g0 那m其實就是machine g我的理解應該就是多rutine 好 那問題啊 我在程式碼裡面 宣告定一個變數 就產生一個threader 好神啊這樣子 有可能嗎 當然是不可能 所以呢 我在程式碼裡面 我確實有個結構 有個變數存這個資料 但是我還是沒有去啟動 真正的threader 所以那個threader 在什麼時候產生呢 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候 我一開始程式碼動 不就是因為有一個threader 對不對 不然程式碼怎麼會動 可以嗎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思維 程式碼動 應該要綁某個threader 應該綁某個m 大家可以接什麼 程式碼要動 肯定要綁某個m 那個m才會幫你接call 你才會動 好 所以其實我們做的只是把它 勾鏈裡面 需要去維護那個m的資訊 存在全域變數 事實上用的就是那個主要的執行序 大家可以嗎 其實沒有產生新的 好 但是有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go root team 就一樣有個全域變數叫g0 g0 可以嗎 那我總沒有產生go root team了 對不對 我總沒有產生的 我剛才有threader還合理 因為有執行程式 有threader至少一條 但是我根本還沒有做go root team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剛才可以顯然 這全域變數只有全域變數是不夠的 所以呢 事實上它中間有做一些事啦 然後主要就是做綁定做一些事 把這結構讓它連結在一起 好 那我們再重來一次 所以我們從進度點開始 然後我去呼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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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最後呼叫runtime裡面的這個函式嘛 然後呢 它其實會做兩個初始化 那第一個初始化就是做OS的初始化 那大家如果寫過應該也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 它會去決定 到底有多少個CPU 當然 怎麼決定的呢 也是就是問一下 對 通常就是問你OS說你有幾個 那OS要騙它 它就被騙了 就這樣 所以呢 它也不是真的去測你的硬體有多少個 那通常 Mac上應該是用這個拿到的 通常可能是會開都十五間 才 好 那也不重要 反正你會知道你會得到一個數字 然後這個數字就是會跟你的硬體有點關係 然後OS決定 不覺得我一直可以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會有一個scheduler 然後scheduler初始化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痊癒的變數 可以點外提示 好 那裡面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參數 也是大家可能有看過了 就是最大的m的數字 就是m就是它的 如果我們理解的話 就是OS的stread 或是kernal的stread 那它有一個上限 就是一萬嘛 對不對 它超過一萬嗎 不知道什麼事 大家知道 它就直接丟個l 就這樣子 沒有它是什麼事 所以呢這個數字 不知道怎麼選的 也是蠻有趣的 不是很確定 把它選了一個上限 一萬 那這一個結構體呢 也是一個痊癒變數 對不對 在這邊 可以嗎 所以我們剛才不是會去 出實話 去算出說 欸OS啊 你跟我講 你覺得電腦現在有幾個 可以跑的核心 之類的 然後呢 我們會去 把現在 我覺得同時 最多可以跑 有一千個 把它設定在群域變數裡面 那當然你可以想像 群域變數的崩潰就是 它是群域變數嘛 所以呢 如果你去lock它幹嘛的 都會trust item OK 就是它會有競爭的問題 所以就會效率很差 大家知道 所以不用則不用 那當然有一個 我們可能會提到的 就是有一個痊癒的Q 這個柱列是純 帶執行 但是沒有屬於 我剛才講 反正就是帶執行的 gole routine 它會塞在裡面 所以我們來補這個圖 所以我剛才講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在highway層次呢 從golem看到了 就是我以為它有 它有n個CPU 我以為啦 我以為它有n個CPU 然後呢 然後呢 machine thread 大概 大概 至少一個嘛 就是我那個嘛 最多只能開1000個 對不對 大家可以理解嗎 它的規模大概這樣 然後 你會有一個痊癒的Q 對嗎 一個痊癒的Q 不會太快 我還講嗎 好 會有痊癒的Q 好 那接下來做什麼事呢 我們剛才在初始化的過程中 我們會把 現在有幾個CPU 我認為 我以為 OS跟我講 現在有幾個CPU 就是基本上 概念上比較像Core 現在有幾個Core 我講都會錯 隨便吧 反正就是 硬體上大概有幾個運算單元 然後呢 把它指定給 這個變數 換句話這兩個是等價的 大家可以講一下 初始值是一樣的 那那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會去做一個resize的動作 那如果大家寫過的話 就是應該是夠後來的版本 加上去的 它基本上就會產生一個指標陣列 可以嗎 然後就存在一個指標陣列裡面 然後就是一大堆P的結構 概念上就是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就看我有幾個CPU 那我就產生一個陣列 陣列就有多大 那有多大呢 就是跟你幾個CPU一樣大 這樣子 裡面存什麼再說 那它的名字叫P 它的英文我猜應該叫Prosessor 好 目前為止可以嗎 所以概念上 你右上角又會多一個陣列 可以嗎 它也是全域的 可以嗎 它就是會大概就是 跟一開始有幾個CPU 成正比 裡面會存很多個P 可以嗎 好 當然它只是出現指標嘛 指標沒什麼用 所以呢 它就是要去配置它 初始化 那這個不是很重要 好 那最後一步呢 剛才講過了 你要能夠跑一定要綁某台機器嘛 所以呢 最後一步就是它需要去把這個Prosessor綁在某台機器上 那如果畫成圖大概就會長這樣 你可以想像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一個P 我們剛才不是去配置好嗎 它會被右上角那個鎖子 對不對 通常第一個應該是0號 然後它就會跟把它綁定這個M 你可以嗎 它們兩個就會互相知道對方的損戰 然後P有一條很長很長的電線桿對不對 讓你把它想成是另外一個柱列 所以P給它就是帶了一群小朋友 要來投靠這樣 目前為止沒有 大概就是一個簡化的版本 跑個再一次 所以呢 我們要從進入點開始 然後呢 我們 我們走到這了 可以嗎 我剛才不是做的初始化 還記得嗎 就是設定一下數字啊 正列擺一擺啊 來好看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是去把 起始點設在 Runtime裡面的Main 可以嗎 就是呼叫Runtime這個套件裡面 叫Main的函式 那Runtime 剛才講過了 我們在連結的時候會自動引路嘛 那換句話說 它其實就是標準庫的一部分 從另外的角度來講 GoLi裡面最瘋狂 也最複雜的 應該可能也是Runtime 它複雜到一個 我自己是覺得很像微型的OS 就是非常非常微型的OS 然後K-Cross 還有微型OS這樣 好 然後 最後一部就是 剛才講的New Process 那基本上它就是會產生一個GoRoutine 大家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是把剛才那個圖的東西 生一生啊 百一百啊 數字決定一下 我們決定要跑了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目前為止可以嗎 我已經快講完了嗎 然後呢 下去呢就是 那一個GoRoutine 會是G0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剛才不是產生了一個 新的GoRoutine嗎 新的GoRoutine應該不會是原本那個 可以嗎 所以它也不是原本的G0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G1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想像像GoRoutine有一些2 我猜了90%以上 第一個號碼應該都是Runtime打MAN 不然可能是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其他可能 所以它的編號為1 可以嗎 那預設會先掛在這個P裡面 所以你可以想像 每次我新增一個新的 它就會繼續往下掛 一直掛一直掛一直掛 大家可以想像 但是你掛在上面是不會做事的 可以嗎 就是掛好看的 可以嗎 就把它塞在Q裡面 它是不會做事的 做事的人是M 可以嗎 M是最可憐的 他要做事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分開呢 就是 那你就直接掛M比較好 那這也是後來 夠改良那個方向 那核心邏輯其實也滿單純的 我要怎麼解釋呢 滿單純的概念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假設不考慮相依性 假設是CPUBound的好了 先假設就是我們完全就是做計算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個threader 就是不要做switch 不要做contactswitch 因為你換過去還是要算 換完還是要算 你在幹嘛 所以你換的時間會是個問題 而且你對於 還記得嗎 我們最後是綁在一個call上 那你會有catch的問題 所以呢 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今天一直有事做 一直有事做 我就不想離開 我就好想待在這 可以嗎 而且不只是你 那像這種fork的機構 你可以想像你的小朋友 應該跟你是要在一起 從你生出來的小朋友 跟你一起是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你們share的data 的重新是最高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例如說Function Core 可能你就期待這整串 就串在這裡不就好 你倆一起消掉 不是很開心嗎 所以有這個基本的核心 第一個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不要contactswitch 我就留在同一個地方 乖乖的做 我就留在同一個core裡面 乖乖的做 這樣是最好的 但是事實上就是 不一定純粹是CPU的問題 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例如說可能Io的問題 所以概念也很單純 如果有一天 有一天Io卡住了 那Io卡住的意思 通常指的就是這個M 它就是要休息一下 它就沒辦法做事了 對不對 那就大家在那邊等死就好了 所以通常做法就是 你去等 我換下一個來做 所以這個邏輯很單純 就是你們去旁邊等 等下一排來做 但是這個確實也是做了一個switch 它是總比 大家的桿很好 所以呢 在Go裡面 它有一個中介的抽象層 那基本上就是 帶著大家小朋友一起跑 一起搬家這樣子 但我覺得 比較簡單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有點過度簡化了 不過可以這樣想 好 那就回到大家講的 我們啟動了M訊 啟動了M訊 到底做什麼事呢 這些細節我們就 那最重要的 這過程也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 大家有做很多很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是 我們比較在意的 還是跟排程有關 它到底什麼時候 讓M去做事 對不對 就是M開始的時候 它必須要把這個G啊 拿來做 不然這G擺在這邊 比較好看的 好 所以呢 它就必須要把它拿來做 那就是 在Go裡面 一個蠻重要的排程函式 就是 名字也是很 很正判 就叫schedule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它就去呼叫schedule 那schedule做的事情呢 其實做很多事 我們等一下會再看一下 那最重要的就是 去裡面找一個事情來做 所以它就會去問P啊 有沒有事給我做 有事的話我就拿來做 OK嗎 大家邏輯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做 OK喔 好 然後就是開始執行 所以原本呢 我們這個G1 是放在P身上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會 我們現在就會把它抓下來 然後 抓來做 目前為止這個邏輯 可以吧 起碼無聊的 大家可以嗎 好 好 那G0為什麼擺在那邊兩啊 就是 就是為什麼它跟大家都不一樣 長得那麼奇怪 不知道它跟大家不一樣 大家都乖乖的排隊 這個人有點那個 有點囂張這樣 一直掛在這邊 好 那其實也是一樣嘛 就是 你必須要有人去處理 P身上的一些工作嘛 不管是P身上 可以嗎 要我們做事啊 而且這個做事的人 也不能搶 如果兩個以上 都去管P的話 就會爆帳 所以呢 就會互相排斥嘛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我們讓有一個人 所以每次你要做很多 跟系統 跟整個User's Way 有關的東西 你就要先切到G0 才可以做 OK嗎 它有微信 那它有機會有效率 然後不用去在意一些 不想搶 就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做 現在你不要跟我搶 這樣 大家可以嗎 所以它就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層 所以呢 我們G1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去呼叫Rug Time裡面的Man 大家可以嗎 Rug Time裡面的Man 剛才講過了嗎 它就記得它的位子 它就去呼叫它 但是我們平常 如果大家寫過構成式的話 我們構成式的Man 還是是什麼Package 它是被規定的對不對 它就是一定要叫Man 不管在什麼目錄都要叫Man 也是個蠻製作的 就是我今天不敢 我這個狀態叫什麼名字 你只要是自行檔 你就是要叫Man 然後 原因也蠻單純的 因為它就是呼叫Man裡面的Man 所以呢它就是會去 去link的時候 會把這個韓式 link到你的Man裡面的Man 你知道嗎 在Goal的冰液器 會看一些註解 來決定做某些對應的事 但目前只有沒有困難 所以它就會去呼叫 大家知道吧 我們套件都會 我們都會有一個 INIT的韓式 會有一個Man的韓式 但是這兩個的執行的前提 是有點不太 就是執行的環境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不過我們不想要細講 大家就記得 反正它就是先後呼叫 而且它不是用New Process的方式呼叫 所以它就是在它身上呼叫 它就是等它做完 才可以做下一步 可以嗎 所以其實就是 Round Time.Man 這個Routine 在做Man.Man的事情 可以嗎 所以其實根本沒有人叫Man.Man 從頭到尾都叫Round Time.Man 目前為止有沒有可能 所以原本來講 可以想說 第一個真正的 在做四個Routine 就是Round Time.Man 還有幾分鐘 不行為止 OK嗎 而且好像沒講什麼 那我們有講幾個 比較重要的數字 第一個當然就是 硬體的數字 這個數字基本上 可以改嗎 我們可以說 我們有六個Call 可以改 那改了會有什麼好處 就是譬如說 我明明有十個Call 我跟它只有一個Call 我很窮 為什麼我明明有一個Call 我跟它只有十個Call 會多要一些Threads 會嘛 就是你騙它很多Call 它就會多要一些Threads 你覺得嗎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Processor Processor它有N的CPU 這個數字 也是個巧合 是不是 這個是可以設的 就是我想 可以設置的是 在Go的標準庫 就是支援你可以設 就是不用改Code 不用改那個 編譯前的Code的意思 所以呢它就 有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 是可以設的 這沒有問題 你可以設的比 比較大 也可以設的比較小 你高興就好 只是不知道怎麼用 這樣子 然後呢 你會觀察到 馬遜在中 因為它的有多畫法 你可以想像 如果馬遜是在 幫你去跟Call 因為真的跑的是M嘛 對不對 那它的數字大概是 一到一萬之間 你可以想像 那你覺得它最好是多少 M 你覺得M最好是多少 依照剛才的邏輯就是 同樣的一件事 盡量在同一個Call上跑 所以同一個P 盡量掛在同一個M 對應到同一個Call 所以最理想就是 整個是一條 也就是我三個Core 就三個M 三個P 大家可以理解嗎 大家都待原地 努力的做 努力的做 就好像完全平行的概念 可以嗎 好 那為什麼我們不這麼做呢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有些時候要等 不管是 有很多等的理由 是有比多的 那等的意思就是 你的OS thread被卡住了 各種理由 可能它被卡住了 那代表說 它現在沒辦法做 是要等 要等 要等的時候 這個Call就亮亮明明 沒事情做 那最直覺的做法 就開一個新的OS thread去Pound 所以實際上 在過程中 會有一堆Block的 可以想像 一堆被Block 不管各種理由 超多的 多到我背不起來 就是各種理由 它可能會Block 但是你可以想像 那Active的 真的有在做事的M 可能就剛好是 跟Call差不多是比較好的 大致精神是這樣 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呢 那Call怎麼實現這件事情呢 它就是 那Phacessor跟這個一樣 也就是生不生M 是誰決定的 是Call決定的嗎 不是 其實是 Phacessor這樣講 有點簡化 不過你可以想像 我們預期就是Active的M 的個數 會跟這個 差不多 預期 所以它會去調整 換句話說 今天 今天有一個 今天你的P P是個固定大小的陣列 大家記得嗎 它四個的話 它這輩子就是四個 但是M可能會大於四 可以嗎 小於四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可能連GoRoutine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有一個GoRoutine 你的M就是 也不一定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可以想像 好 那 不過你可以想 所以呢 其實P的大小是固定的 但是可以設 而且應該可以動態設 但是動態設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做長大縮小 然後做一大堆事情 把全世界停下來 然後做一些事情 這樣 那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它的Processor 其實就是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我們考慮的是這一個 我們預期這個會等於這個 但實務上 這個等於這個不是最佳解 可以嗎 因為實務上 有些人會 這個如果等於這個 就全部都一樣的話 就不是最佳解 因為有些M會被 會被block住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讓 沒有講錯了 就M不是最佳解 所以M就必須要 隨著P的需要而產生 或是回收 那大概就是主要的邏輯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們要的頭跟尾 個數差不多 但中間可以有一個 彈性 那彈性的意思 也不是說一直開啦 而是說 在做事的大概就還是那麼多 其他的可能是block 或是在搭搭啊 幹嘛的 就無所謂 大家可以理解那個精神 所以為什麼要搞得這麼 複雜 所以呢 我們有一些簡單的問題 我們回答一下 就差不多了 如果我們今天又加了個C的G 我們有這麼多Q 右上角有一個痊癒的Q 這邊有個P 你覺得要加哪裡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有很多P 你可能會有很多M 對不對 想加哪一個 那在剛才邏輯的話 他從哪裡是增 就加在哪裡 例如說我是從這個M的P 的勾乳性的增出來 那我就盡量加在這邊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通常會有相似的 運算 或是邏輯 會有相依性的邏輯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他總有一天會滿 或是說他可能會大到一個程度 對不對 全世界都在P那個地方 大家都不離開 大家都想要在一起 旁邊都沒事情做 對阿 所以如果今天可能有很多個的時候 就有很多機制 需要當多Routine 可以在不同的P中做轉移 不管是用偷的也好 或是怎樣 都是 就是要解決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其實只有一個P嘛 但是其實我們剛才一開始 就產生了很多P結構 不是嗎 P本身不是Thread 它只是一個結構 它只是存資料而已 所以其實一開始就有很多 它只有狀態的問題 就在做事還在巴呆 或是在幹嘛 所以當我有一個 當我有一個新的P的時候 那很顯然 如果原本只有一個M 你就需要再產生一個M 對不對 可以想像 因為我們就希望P 跟你的Core一樣多 但是當M卡住怎麼辦呢 那剛才講過了 我們就可以再產生下一個M 讓原本的P掛過去嘛 你在那邊等它 等你回來再說 但回來的時候怎麼辦 回到Blobo的Cue這樣子 好 那當然 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從到尾還是在玩All-Straight的 那 夠了一個比較重要的精神就是 因為它是在語言的程式上實作 所以它知道很多事 例如說Timer啊 或是網路的狀況 所以很多東西它可以不用透過 就是不用blockM 就是它只要blockG就好 大家可以想像 有些事情就是 我們直接約好就好 你跟我約好 那你要等我我等你就好 它schedule了 本身可以覺得這個問題 所以呢 它的效率可以在 在這個地方做scheduling的時候解決 而不用去blockM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要講 剛才說的 如果今天年事做 我們會做什麼呢 那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 有空的時候做做虛心這樣子 那我等一下稍微提一下 那第二個是 每過一陣子 就要從權域拿下來看看 權域什麼時候會有呢 就當有些P太滿 然後太滿的時候 就切一半過去之類的 那或者是說 有些時候block回來的時候 每個地方去就去權域 那沒事的時候就去看一下 那這件事蠻有趣的點是在於說 它是先看權域再看本地 大家可以做到 什麼意思呢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就是本地的先做比較好 大家其實先看人家 有沒有要做的事情 會先拿人家的事情來做 拿那五組骨魂 掛在商業人來做 那所以呢 它有設一個Timer 你可以想像它不是每一次都是優先的 它是一段時間在優先一次 不然的話 掛在上面的人會等一輩子嘛 因為本地可能一直都有事情做 所以我猜這應該是一個設計上的平衡 可以想像 我一陣子就是從上面拉一下 那平常的話就是還是本地的這樣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就在線等 等到它是block 它是個block的行為 等到真的不行我去自殺這樣 大概邏輯是這樣 好那 相反的等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從本地拿 然後再從群運拿 那當然我剛才講過 有些它可以實坐在它的 它的那個庫裡面 像是跟 像這個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本來這個 就是跟網路有關的一些處理 等待 它可以在庫裡面直接實坐 所以可能m從頭到尾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好 那如果再不行的話 就從別人偷嘛對不對 所以從別人那邊偷看看 大概邏輯是這樣 這是他很有名的 好 看一下喔 那我們就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 哇 只有八分鐘 好 我們回來 我們做一些問題 還記得我一開始 每次做啊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有些疑惑 這個疑惑如果不透過去trace 我根本不知道 我舉個我最疑惑的東西好了 就是說 夠有一個很有名的特色叫GC 大家知道 但是我們平常做並行的時候 有去禮湯 好像它是一個平行的世界 你在G你的 然後我在寫我的 但是我們的core 就是四個啊 就是兩個啊 它肯定是要跟我搶資源的 大家可以理解嗎 難道它吃飽沒事就會好玩 不行嗎 OK 所以我們要想要知道一些事情 我當然知道它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總覺得怪怪的 就是它總是在火箭時要做事啦 那有些比較常見的 例如說 我們在run time的man 還記得嗎 它基本上就是程式第一個goal routine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就是有一個主要的threader 然後它在那個131 它就會再開一個threader 如果有辦法開threader的話 它會開一個新的end 它只負責做這個函式 可以嗎 那這個函式有多功能 它主要就是做搶戰 就有人太忙了做搶戰 當然goal routine 目前的搶戰是做一些特性 那有些時候可能為了修復某些問題 我曉得也是會有一些額外的m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跨圖畫得很漂亮 對不對 就是只有這些m 但是事實上 你再認真想想 你就你一口口的 你知道嗎 你一口口的 其實有很多 你以為我就只有兩個在跑 那其實是不是五個在跑 對吧 只是沒看到了 這件事情也是蠻有趣的 那GC也是一樣的例子 其實整個城市 第一個goal routine 如果是run time的話 在run time的過程中 它有一個叫做GC enable 它就開了一個goal routine 所以代表說 你只要一開run time 一開始執行main之前 之前 你就會開GC 它是個獨立的goal routine 大家可以嗎 所以它邏輯上就是 它會有一個後台 不跟你講 但是偷偷在 跟你搶資源的goal routine 在那邊跑 那剛才講的是 因為goal的GC也蠻複雜的 它有一些 因為它是類似定型的GC 所以有些細節啦 不過你可以想一下 每個pe它也需要做一些事 所以剛才講說 每個pe它也會有一個 GC的walker這樣 要的時候也要做一下 沒有 所以它不只是做你的事 它還要做 那個上面交代的事 它也是要做一下那些事情 好 那大家其實最有 我們最常遇到困擾 當然是它什麼時候會患人接手 那通常要驗的話也蠻單純的 我們就讓p9一個 p9一個是比較容易保證 它的q的存在這樣子 然後我們5分鐘 我們隨便跑一個 例如說大家可以想像嗎 如果它是裡面全部鑄掉 它肯定就是 它會不會印啊 就是我們一個print 它會印啊 它應該知道了 不寫過嗎 它是一個無從尾圈 它也是一個無從尾圈 那我們一開始講的問題是什麼 問題其實蠻單純的 就是假設它的效果 是 在哪裡 它現在看不到 假設它的效果是 我把它按一下 enter 它效果是跑不完 我們看起來像這個 是跑不完嘛 那這個是語言有保證的嗎 肯定沒有 你以為什麼都沒說 那到底是誰決定了它跑不完 會不會是我明天天 天氣好一點 再跑就會跑得完 都不會跑完對不對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問題是 那這個印呢 我是永遠都不會印嘛 還是只有今天運氣不好 它不會印 就是我們一個core routine 它會印 那今天是運氣不好 它 運氣不好它沒有印到呢 還是說 你在這輩子都不會印 所以呢 這個問題都還是一樣 如果這個程式碼本身 有些明顯的問題的話 其實有些時候 它的行為反而變得 不是很確定 為什麼它一定要這樣子 它如果今天跑是印 明天跑是不印 我可能還會心情好一點 它就是一個未定義行為 那實際上就會有一個類似這樣的問題 對不對 那其實很多啦 例如說 很多可以舉的例子 大家應該都有寫過 例如說 常見的可能是 好 例如說我陣列小一點 例如說 例如說如果今天的陣列是比較小的 你產生陣列是比較小的 那也許你是跑不完的 看到嗎 就是它不會跑 它不會硬的東西 我想應該是它不會硬的東西 但是如果今天陣列呢 是稍微 大一點 它還是不會硬的東西 那我就錯了 就是 欸 為什麼 好 我不曉得了 然後 然後 喔 我不要存檔 沒有 我不曉得了 等一下 要換掉是不是 好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另外一個可能是 我塞個別的 好 Rudit 剛剛應該是沒有動到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recursive 對不對 長這樣子 它其實是會硬的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不recursive 的 就可能不會硬 是嗎 有 所以呢 就是有些行為是蠻難 蠻難 蠻難預期說 為什麼它一定要這樣 其實我也沒做什麼事 還是改一下 它就 它就不一樣 那其實 如果大家也知道的話 就是如果你看 Goal的Assembly的話 那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於說 Goal是什麼時候 決定要爛渡的 那Goal大家有聽過嘛 它就是中左賣 協同事嘛 就是 它不是真正的 完全的 很直接的把你的工作搶過來 而是說 我在某些時間點檢查一下 要不要 要不要讓給你 可不是你把我搶過去 它就是一個很主動的 當度的問題 但是你可以提示我說 該讓給我囉 這樣子 但是我可以心情好 結果讓給你 心情不好結果不讓給你 例如說我在忙 我就不想讓 所以呢 因為時間關心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在Goal裡面呢 其實它的主語 也會有一些現象 在描述這件事情 在描述說 我去通常會發生的時間點 最直覺的就是護駕韓式嘛 護駕韓式的時間點 它會檢查某些條件 那些條件如果 成立或不成立 它就會做某件事情 所以事實上 你在兵役器的過程中 它會在你的 韓式前面 加一些程式碼 不過待會兒有興趣可以看 看一下 好 沒關係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陳世瑪 它的主語 其實它蠻明顯的 就是會不會做是蠻明顯的 好 十點五十八 那 今天呢 就稍微帶過一下 這個主題 希望 不要太無聊 那 謝謝大家